准时入座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从记忆体的角度看未来车的安全需求设计趋势 让我们有请望虹电子 Private Marketing Division WP Director Mr. Gabriel Joe 掌声欢迎 好 各位业界先听大家好 吃过午饭的时间 希望大家不会睡着 今天的讲题是从记忆体的角度来看 未来车的安全需求趋势 大家都知道我们望虹电子 就是专门在经营非挥发型的记忆体领域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观察一下 未来的车子在安排的需求趋势 这个第一页有几个图 大家可以对这几个图不陌生 这几个图其实都是跟安全有关系的 我从这个时间序大概看一下 这是去年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个车祸 这是一个电动车的车祸 应该是它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然后直接撞进这个躺在路上的一个货车的这个车洞里面 那这个可能据言看它这个在辨识这个上面可以的状况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严格来讲我们讲车用的安全 这个我们在座大概都是这个电子业界的股业 还有这个先进 那我们在讲这个车用电子的安全的时候 一般在讲这个EE system就是电子系统 所以一般像这个图 这个新闻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电子系统的一个时效的一个模式 那最近当最热门有两个新闻 一个这个大家看这个图应该都知道 最近发生这个事件 超红的这个船搁浅在这个运河里面 这个严格来讲也是一个安全事件 是一个航行安全 但是严格来讲这就不是这个EE system 就不是电子系统 它可能是在体制上面 还有在天后的这个控制 还有这个航管的控制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最近的也是前几天新闻 就是这个游览车的座椅上面只有烧量螺丝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不是电子系统 但是严格来讲这也是一个体制 或是管理机制上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谈了这些安全性的问题 其实严格来讲 终究它最后都变成是一个在体制上面 或是流程上面需要管控的事情 当然是我们在电子系统上面 可以做很多的机制 可以来做很多的防护 但是最后是看我们怎么样去 在组织里面 或是在整个体制里面 让它做有效的运作 可以确保这个安全 那这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组织不是很开心的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他们做这个研究呢 其实也是相当有公信力的 所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从他们统计来看的话 每一年因为道路的这个事故呢 死亡的人数大概有超过一百万人 一百三十五万人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事故呢 而产生了这个非致命性的这个受伤的话呢 大概是两千到五千万人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呢 以这个COVID-19呢 只是略低COVID-19的一个程度而已 所以就是跟疫情比起来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呢 很难避免的一个 可以说是人为 或者是机器产生的一种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疫情 因为我们不会 人类不会停止移动 也不会停止交通 所以这个情况呢 如果我们要改成它呢 其实在做各位先进的 其实我们都有接触很大的责任 在这个这些人里面 这个一百多万的死亡 还有两千到五千万人的这个受伤里面 百分之七十三的这些人口里面呢 大概都是小于二十五岁 所以可以说年轻世代 所以这跟疫情又刚好颠倒过来 疫情里面比较严重影响的呢 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 抵抗力比较弱 有慢性病或是年长者 但是这边呢 照WHO的这个统计的话呢 反而是年纪小的 这边是像什么三到五岁的 在路上乱跑的 还有那个像十几岁到 就是十几岁 刚刚拿到驾照 或是还没拿到驾照 或是还没拿到驾照 或是刚刚拿到驾照 这种造势率呢 在路上受伤的比率是非常高的 甚至死亡的这个比率 好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百分之九十三的这些事故呢 是集中在这个 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那另外呢 就是最后一个这些百分之三 它就影响到全世界百分之三的GDP的影响 所以对整体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呢 也是非常相当的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index 它预测到2030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它从这个 19位的死亡率 攀升到第五位 所以这个是一个 逐渐增加的趋势 那我们如果看今天的这个 车辆的影响 因为我们今天是含这个 IOV嘛 车辆的影响代表的话 其实我们跟十年 二十年前的这个比较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呢 在车子里面的电子系统呢 它这个 增加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煤台车子里面 就是IC 还有电路的这个元素 是快速的增加了 所以这个 这个 跟这个 贪生的这个 死亡率呢 其实某个程度也有相当的关系 因为它的失效率呢 某个程度呢 也是需要 延避的被控制 好 那什么是功能安全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会 就是会 谈到一些 什么是功能安全 那当然这个呢 跟IC的元件 或是机体的元件 一定有这些相关 跟这个 电子系统 或是甚至是 整个车子的 运作都有相关 我们比较两个图 就是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图 那 右边这个图 就是一个 传统的平交道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这种平交道 我是从新竹来 我们那个公司 在新竹可以远区 那各位都知道 新竹火车站 是没有立体化 还没有立体化 所以 就是经过一些 主要道路的时候呢 其实它都还是用 平交道的方式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我们家是在 新竹市本地人 那我们老家 是在新竹市 比较乡下 其实二十章里那个地方 那我印象很深刻 二十章里那个地方呢 也有铁路平交道 但是那铁路平交道 什么设施都没有 就是一条铁轨 这样 因为经过了呢 就是一天当中 可能有几台牛车 然后有几个人这样 所以根本就不用人看管 也不需要任何的安全措施 大家就站在那边 就是自己停看铁路就是了 但是在闹区的话 就一定会有这些设施 那什么设施呢 可能它是会有这个耗子 所以你远远会看到这个耗子 还有会发光的这些耗子 还有警示的 还有这些栅栏 所以呢 就是说 它其实 某程度在安全的设计上面 是一个多重的机制 所以它的期望是说 你从很远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这个耗子 可以看到这个闪光 可以看到这个红灯 然后看到这个闪光 然后你靠近它的时候呢 这个栅栏会降下来 所以理论上这个 这个栅栏可以把你拦住 不会让你 跑到平潮到上面去 但是这里面呢 如果说某一个东西失效 假设说 比如说栅栏失效 栅栏是一个mechanical 它是一个 机械式的一个机构 对不对 如果栅栏失效的时候 但是这个闪光 是没有失效的 那你还是知道说 快要游火车来 所以我们这个清醒的人 还是会 停在原地等火车过去 所以它是多重的 这种reundancy的一种设计 所以说全部的东西都失效的时候 机率呢 其实是相当相当低的 所以一般来讲 在闹区呢 它会做这样的设置 然后也不太需要你们看管 但是通常在人 就是来往非常多地方 还是会有一个专人在那边做看管 所以做最后一层的管控这样的 就是在可能呢 所有的这个 这个机构都失效 或者是呢 有人呢 他比如说像一台小卡车 或者什么三顿半 他闯过去 然后停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那至少有一个人他可以 立即通到这个管理的中心 这样子 所以他们会有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但是这种就是所谓的 functional safety的一种设计 就是要确保安全的一种设计 它是透过很多设计的机制 来保持这个系统的安全 那比较左边这种呢 这个叫做intrinsic safety 什么是intrinsic safety呢 就是说你这个车子过去呢 如果没有不可预期 就是说不合理的这种状况发生的话呢 你不可能撞到火车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火车是在高架上面走 然后车子是从这个车道底下走 它是被隔开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本质上 就安全的一种设计 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functional safety 所以你这些不用人看管 也不用耗子 什么都不用 概念上是这样子 但是一般来讲呢 我们今天的安全这种设计 functional safety呢 一般讲的是右边这种 因为我们车子呢 它就是会移动 就是怎么样可以不出车祸 就是你车子不要出门 就不会出车祸 所以那就是intrinsic safety 但是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 买车子就这样移动 所以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安全的机制 来防止 或是有效的防止这个事故的发生 好 所以在这个整个结构里面 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产业界 它有针对这个部分呢 做了一些定义 那其实功能安全呢 一开始也不是用在这些上面 最早期的时候呢 是这个IEC61508 IEC61508 这是一个工业标准 然后它规范了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 就是也是跨领域的一种 工业安全的一种机制 那这个IEC61508呢 后来就衍生到各个不同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像这个有什么核电 然后医疗器材 然后铁路等 最后呢 就是比较近期才有这个 所谓的ISO20262 这个Function Safety 这样的一个标准 在IEC Control里面 它们产生这样一个标准 去规范 一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规范3.5吨的车辆以下的 那各位可能看过那个老人家 那种带步四轮小带步的那种车子 那个也不在ISO20262的规范范围里面 但是摩托车有 就是两个摩托车是有 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属于比较新的标准 它从这个工业标准里面衍生出来 那这个图大家可能各位先进都有看过 就是说 从自驾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考虑这个安全机制的这个部分 它就是从Level 1到Level 5 今天的车子呢 绝大部分像比如说像刚刚秀那个特斯拉 它大概就是在Level 2到Level 3之间 所以人不能免除这个对于这个安全的这种责任 所以你手就是要放在驾驶函上面 或是不能离开驾驶函太久 然后就会警示你这样子 那到Level 4以后呢 其实到Level 4其实你是 人是可以用干预的 到Level 5的时候 所有的责任都是在系统 或是机型的身上这样子 那要达到这个不同的 就是说当越高的等级里面 对安全的要求也相对的是越高的 好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 对不起这个字有比较小一点 我们如果定义安全跟风险 因为为什么会有安全的疑虑 就是来自于风险 那安全这边呢 来自于什么 就是第一个是讲到安全本身 安全就是说呢 如果说这个 没有这个不可预期的风险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安全的一个定义 那这边讲到风险 那风险呢 就是说呢 我们产生严重的伤害的一个 这个迫然率 概率 OK 那这边就有几个名词要解释 就是第一个是说严重 那多严重 那伤害什么是伤害 通常伤害就是 就是说精神受损上的伤害 但是这边定义呢 其实是身体上面 实质上面的受损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风险这边也提到这个迫然率 不然其实它这个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 在这个事件里面 它这个曝露的这种比喻 就曝露在风险下面这种比喻有多少 OK 那再来就是说可控性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可控性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些是定义安全标准的一个基本概念 所以这个图大家也曾经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这个功能安全的时候呢 在定义风险呢 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图来做 横轴呢 是它的严重程度 那其实这个严格来讲 是一个三维或是多维的 所以它还有一个维度呢 是exposure 就是它曝露的程度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它发生的频率是多少 就是一直会发生 这是非常不可能发生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就是比如说像 像在印度里有一个牌子叫Tata 那Tata的车子呢 我听说了 其实我们还没有直接做Tata生意 就是说 他们的车子在印度某些地方呢 这个雨刷呢 是这个雪配 喇叭是标配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印度某些地方 就是它不太下雨 对不对 所以不一定要雨刷 但是一定要有喇叭 为什么 因为它过街的时候 会有牛啊 会有一大堆人这样 所以没有喇叭是动不了这样 所以一定要有喇叭这样 所以我们讲雨刷这个配备好了 雨刷呢 它坏掉的几率怎么样 可能不太容易坏掉 可能在这个附近 如果是坏掉 比如说在印度那个地方 坏掉会怎么样 就是会产生很高的这个 这个受伤的比率 其实也不太会 所以就是雨刷呢 在安全性上面 就是可能没有 没有那么强调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就是比如说呢 大家买新车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个 那个main keeping 就是这个车道 车道控制的这个 这个功能 就是说比如说你睡着 或是你放手 让它驾驶的时候 或者是你这个 就是让它这个定速的时候 它会侦测两边的车道 这个方向 或者是它的位置 然后会帮你保持在这个车道的中央 那这个东西如果失效的时候 会怎样 因为它其实那个东西 它是会控制你的价值盘 对不对 比如它有某一种失效模式 比如说呢 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马达呢 突然就是 转向另外一边 然后就导致你的这个 反向盘 就是往后旋转 180度 那这车子呢 就是可能马上立刻 原地就打滑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高风险的东西 所以呢 但是这个发生的比率呢 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试算起来也许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严重程度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需要 某一种安全机制来控制它 所以去越往后面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安全机制 所以这条线 这条线以上是没办法接受的 是没办法接受的 比如说今天来讲好了 比如说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在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它这个 不爆开 或是说呢 你心中没有怎么样 它就突然自己爆开了 那如果说 它是一个很不稳 因为你知道安全气囊 它是某一种 像是炸药的机制 它是炸开的 对不对 如果它是设计的这种机制 它是不小心就很容易炸开了 所以很容易发生 很容易发生 然后呢 这个产生 这个危害程度比较 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强的安全机制 来控制它 所以这条斜线以上呢 是不可以接受的 没办法接受的这种风险 所以要控制在这个 这条线以下 所以这边呢 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 少少的安全机制就可以处理了 这边要很多安全机制才可以处理 所以我们就会讲到呢 就是叫做ASO Level 就是这个字 ASO ASO是哪四个字 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就是它安全的整合程度 那ASO A呢 就是比较轻的 比较少 ASO D 是最高级的 那从这个矩阵看起来的话 就是 它从几个来定义 就是 严重性 然后Probability 就是它的Exposure 它的Poolool的一个程度 就是 越往后面 数字越高的话 就是Exposure越高 就是风险越高 概率越高 那Controlability 可控性呢 就是这个是 数字越大的话 是越难控制 所以 所以 你看这个维度 就是 严重程度越高 往下 然后呢 越难控制 而且呢 这个 铺路率越高的时候 它需要的这个安全机制 就越高 比如说ASO D 比如说 我刚刚讲的安全器拿 或者是 ABS的刹车系统 可能就是需要ASO D 的一种设置 那我刚刚讲 比如说 比如说 雨刷 雨刷也许是 它叫QM 就是Quality Management 或是 在一个很多余的地区 它这个雨刷也许很重要 所以可能用ASO A 来定义它就可以 所以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电子系统里面 我们从这个安全机制来看的话 这有两种的这个EPS的系统 就是电子的这个steering 就是那个 方向盘的这个控制系统 这个是比较早期 可能很多先进都有开过这样的车子 就是说 它的这个 有一个这个 四部马达 它是一个动力辅助的一个马达 去辅助你的这个 转向的这个动力 但是呢 这个东西坏掉了 它有一个电控系统 这个东西坏掉的时候 大家应该可能有这样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这个东西坏掉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向盘变得很重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转得动这个轮子 所以这种的安全机制呢 就是说这个坏掉了 但是它还有背高的系统 但是后来的车子呢 可能会变成这种电控系统 就是你其实这个 这个就很轻 但是其实你是用一个电控 然后去控制一个四部马达 来控制你的轮子 所以一旦这个东西失效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轮子 你的方向盘怎么转 它就是不会反应 所以这种跟这种比较的话 ASO那边哪一个需要比较高 很明显就是右边这种需要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安全的设计上面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赘述 所以我们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硬体软体 它针对POP5、POP6 这在ASO2022里面 需要 compliance 的一些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这是ASO的一些level里面 去做不同的产品和流程的认证 那我们画红的话 在2019年的其实就已经完成 2018年的时候 它能这样一个认证 SGS这样的认证 那我们针对 因为我们是做IC 所以针对POP2、POP4、POP5 还有POP6 Somware跟POP789 到ASOB的 compliance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 就是产品的signification 其实在今年的Q2 我们会做到ASOB的 rating 那Q1会做到ASOB的 compliance 那这个有点像说这个是 这个模拟考100分 这个是学测 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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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块 也是深根非常久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在产业界 就是说 我们如果注意这个标准 那也注意到说这个 IOB的这样一个趋势的时候 从今年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趋势 因为我们这个E-System 在设用电子里面 它必然是将来一个 必须会发展的趋势 那是以上我们来讲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掌声 谢谢 让我们对于未来承载